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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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春 今天老师教的古文 难不难 不难 我还会背呢 是吗 嗯 那你背给老师听听 我背给你听吧 稀有余人之于他家 主人与实贤但无畏 主人文以更畏一言 所以美者 缘有严固 少有上耳 旷富多也 愚人无智 便空食言 实以口爽 反为奇幻 背完了 我说过 我们家李春是最棒的 李春真聪明 这第一天进学堂 就会背古文 真棒 我还要去学堂 背给老师听呢 李春确实聪明 所有同学都没背下来 李春是第一个背下来的 是吗 太好了 哎 天行啊 今天大伙都挺高兴的 你晚上别走了 我炒两个菜啊 你和仁爷啊喝两粥 对对对对 你一个人回去也是对付 今天啊 就在我们家吃饭 我跟你喝酒聊天 是啊是啊 老大哥你就留下吧 我哥一会儿就回来了 这 老师 老师 你就留下来嘛 好好 既然李春让我留下来 那就不走了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就陪二爹聊聊天 政婶 我们做饭去 好 姐姐姐姐我也要去做饭 你也要去做饭 你会做什么呀 老师说了 不会才要学嘛 行 叫你做饭 走 小鬼头 天行啊 立春上学 得好好谢谢你啊 前辈 您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天行啊 我和你父亲呢 有过几面之缘 也算是故交 以后啊 你就把这里当成家 想来就来 好 谢谢前辈 局长 澳梅 来 你看看这个 只没挺喜欢泡澡堂子 没错 这个爱泡澡的人 就像抽大烟一样 一旦耗上了 几天不泡的话 浑身觉得难受 走到天边 这个习惯也改不了 那您说 他会不会在家 洗淋浴呢 有这个可能 可是 我更相信 他不会离雨 洗澡和吃饭不一样 饭菜可供选择的口味多 而洗澡就那么集中 一旦耗上了 是很难更改的 立刻把我们的眼线 撒到各个澡堂去坚守 一旦发现风吹草动 马上报上来 是 我明白了 今天晚上 就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我安排一下 好的 齿梅亭是不是 又提出了什么 非凡的要求 齿梅亭要泡葬 别墅里不是有预知吗 齿梅亭有个怪癖 喜欢那种公共的大池子 在公共场合 多一人就多一份威胁 难道他不知道 如果不让他去 他就会认为 我们在囚禁他 这可不是我们要给他的信号 你现在 马上派人去寻找 一处隐蔽的渔池 记住 不要惊动任何人 不惊动任何人 没错 如果把预可都撵出来 就等于放出了消息 记住 越隐蔽越好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嘿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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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 很静的 这里 没有人在周围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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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长 阿美 你来得正好 晚上和我一起去参加个宴会 我怕是去不了了 怎么 有情况 大清泉玉池的眼线来报 说他们在那儿定了个头尺 而且还是头汤玉 大清泉 那可是上海最好的一家玉池了 好 马上通知任历长 那我们的人呢 澡堂子小 人多施展不开 就让他一个人折腾去吧 怎么 难道你也想去泡澡堂子 快去吧 是 来 天行 来 动筷子吧 不等飞肠了 他呀走哪儿吃哪儿饿不着 不是 飞肠说今晚回来吃饭 什么时候说的 就那个高先生来指前就说了 不等了 天行 来 我敬你一杯 应该我敬前辈才是 哥哥回来了 这都听出来了 吴川 你这耳朵真不错 天行来了 没大没小 天行比你大两岁 你连个歌都不叫 叫我名字挺好 事外非诚 你看人家天行都不计较 他不计较 你就可以这样了 行 那就 哥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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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大家快点吃饭吧 再不吃菜就凉了 哥 你一会儿可得陪高大哥 好好喝两杯啊 行 一会儿好好喝两杯 吴川 今天上学高不高兴啊 高兴 那一会儿哥哥回来 你好好给哥哥讲讲 在学堂里 学了些什么东西 怎么了 你又要出去啊 我一会儿 要出去一趟 天行在 你也不陪他聊聊天 出去瞎逛 我回来就是跟天 天行哥见面的 一会儿吃完饭 我要跟天行哥 出去见个朋友 什么朋友 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他姓迟 迟没停 你看他们守卫这么拦散 人应该还没有到 哥 一会儿他到了 咱在门口把他给绊了 门外人这么多 我怕东西手拦 我们两个人忙不过来 会让他溜倒 你看 进去处处 还有这些正常的预渴 我们不乏来个浑水摸鱼 什么意思啊 你也打算进去洗个澡了 洗个澡不行吗 来 澡堂在一楼 里边请 嗯 我感觉 都不可以 匹坡 说 你很难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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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在外面忙前忙后 你一小子在里面泡得舒服 各位爷 今天这池子里来了为贵客 所以麻烦各位 请这不是贵客了 不是不是 都是贵客 都是贵客 多包涵啊 这样大家洗淋浴 木桶浴都可以 浴资算我的 全免费 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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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这边 这边 我要是不走呢 别急啊 贵客 这是小鬼子的人 小的惹不起啊 您就当可怜我 行不行 谁说不走啊 你想找死吗 别打人 快开 快去 省 快来 快开 快你 trees 走 走 不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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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叶星哥 怎么样了 许长 你去外面接应我 好 我来一会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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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快走 许长 我住那边 我呀 带你去个好地方 不是 你让我穿这一身 去哪儿啊 等我一会儿 你干吗去 别把我一个人扔这儿 区长 直梅婷死了 真的 痛快 飞车 这什么东西啊 衣服啊 打开看看 他晚上的 你上哪儿买的呀 还有我人非常搞不定的东西啊 一会儿赶紧换上 不是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我可说好了 别的地方我可不去 吃碗馄饨倒是可以 瞧你那点出息 坐好了 带我去哪儿啊 那我可得去哪儿 我可不 我可不得去哪儿 你小心点儿 以后 请客一声来 任大哥今晚这么高兴 一定是有什么好事吧 来听满忧小姐唱歌 当然高兴了 那我想冒昧问一下 任大哥是做什么生意的 做什么生意啊 什么生意 来钱快 我就做什么生意 那任大哥可要带着我发财呀 哥发财了 你自然就发财了 不过 来钱快的生意我可不敢做 我身下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 需要我养活 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们就没法活了 那你父母呢 怎么了 是有什么困难吗 不妨跟我说一下 我老家在东北 他们 他们都让日本人给 来 没有 以后你有任何事 都可以来找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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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大哥 以后 以后你就别来捧我的场子了 我就是个小歌女 不知道呢 没有 你说什么呢 我喜欢你的歌 也喜欢你这个人 不瞒大哥 我做歌女 就是为了挣钱 卖笑 陪客人喝酒 什么下贱做什么 别脏了 大哥 漫妖 既然你叫我一声大哥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找我 我一定给你办的 大哥把我当人 我就更不能连累大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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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来偏稿子 回来见你睡了 就没叫你 江湾起来了 出去买早点了 哥 我回来了 咱们吃饭吧 辛苦你了 是啊 你这么忙 还天天给我们买早点 来 怎么了 嫂子 怎么了 她又踢我了 你看 这小家伙啊 这么有力气 将来一定是个 顶天立地的动量之才 我倒希望这小子 能像你一样 以笔为刀 那多好啊 那就 像她爸爸的脑子 有她姑姑的本事 我给你们准备早饭吧 我去 嫂子 不用 你们先谈事啊 如果啊 我没有近视 没有身体不好 我真想投笔从容 哥 我跟你说吧 有的时候 比比枪更有杀伤力 这一颗子弹 只能杀一个敌人 可是一篇文章 却能唤醒多少人 去拿枪杀敌啊 你想想 长征的时候 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 长征是什么 长征就是我们的宣传队 就是我们的播种机 那是用无数战士的生命 和鲜血写下的奇迹 总之现在呢 各方的势力都不太好 中央根据各方的情况分析 说日本正在密谋 发动全面战争 这段时间 各方势力 一个细微的举动 都可能是大事情 发生的预兆 好 你看这里 昨天晚上 大清犬遇迟 发生了一起血案 来 早点好了 说迟没听被杀死了 这么大的事 我们报社怎么漏掉了 这消息啊不一定可靠 一会儿我出去 去落实一下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个好消息 你说 这会不会是你说的 那个人干的 十有八九我觉得是的 他 既然你跟他这么有缘 你怎么不说 负责加入行动小组 我也想啊 可我不是一直不认识他吗 你都刀了好几天了 这个人来我影去无踪的 怎么才能成为 我们的同志呢 希望以后能遇到他吧 不过哥 我有一种预感 我觉得将来一旦让我认识他 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人 你就这么有自信 不是我自信 是我对我们的信仰自信 我这心里的快 又来这招 哥 你能不能有一点情调啊 都多大的人了 还玩小孩的把戏 哥 今天是周末 你不打算带我去外滩玩玩 下周吧 下周 不行 就今天 每次你总说下周下周 你打算把我拖着老太太 你再带我去啊 那都不能 以后啊 自然有人要抢着带你去玩 谁啊 谁啊 那个让你上花轿的人 你这是干嘛呀 怎么了 我自己的妹妹 我不能搂一下吗 这辈子 我猜不上别人的话叫我 妹子 我今天真的是有正经事 别再批你去 又要杀人啊 一个女孩子家 开口闭口就说杀人 你不怕以后没人娶你啊 杀人的人敢娶我 高大哥也杀人的 你觉得他怎么样 高大哥是我们的大哥 你真正的大哥是我 不过我觉得高大哥可以考虑一下 你去哪儿啊 收银子去 还挺沉的呢 就给他啦 人要言而有信哪 一个活儿收两份钱 还真是便宜了他 其实啊 赚便宜的还是我们 池梅亭一死 老头子是龙颜大悦 不但中奖了我们 还给我们继了功 可以说 我们没冒什么风险 就做到了名利双收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喂 我是戴雨农 给我找一下周局长 戴处长 啊 处长在 您稍等 处长 是我 我从名一世 却被你周史能给喂了一个大大的苍蝇 处长 我 我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池梅亭根本就没有死 死的是他的替身 这不可能啊 我分明看到他们 把池梅亭从浴池里抬了出来 像死狗一样 区长 我的眼睛不会骗自己的 你看得没错 那确实是死人 只不过 那个死人 是池梅亭的替身 替身 你求善这个混蛋 让任先生久等了 出了点事耽搁了 不好意思啊 来 坐 怎么样 要不要再换一杯 不用了 人已经死了 付钱吧 任先生有点心急了吧 干净利索 是我一贯的原则 我也喜欢痛快 痛快不痛快 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好 那我就痛快说了 钱我不能给你 怎么 想反悔 不存在反悔不反悔的问题 因为 池梅亭没有死 姓周的 我人非常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还没有人敢赖我的账 我给你十秒钟 不然让你脑袋搬家 八 十 九 八 七 六 不用数了 五 吃没亭没死 四 我是不会还钱给你的 三 二 一 任飞长 你动手试试 看来你想让我死在牡丹花下 到阴间做个风流鬼 不过我告诉你 你杀不了我 那你就试试看 阿梅 把枪放下 不 我说过 我做不了风流鬼 任飞长 我周始能 大小也是上海特区的区长 吹过的风踏过的浪 只比你多 不会比你少 你想杀我可以 但你得掂量掂量 这么做的后果 别跟我废话 给不给钱 钱我肯定是要给的 但是必须在杀了池梅亭之后 我可以 再给你加两根金条 人死之后 一起送 你 他不过 走 他死了 我 他死了 这 他死了 我追 他死了 天银哥 我说你最近身手不错呢 原来在家偷着练呢 你多学着点我 多把时间放在家里边 别老去那些 灯红酒绿的地方 我去那种地方 是为了交朋友 在道上混 没朋友怎么行啊 你那叫交朋友啊 人和人之间 应该用情来交心的 在我看来 那些都是虚的 现在都是利益 没有利益 谁把你当朋友 人字两笔 一瞥是情 一纳是义 这没了情意 这人就塌了 什么意思 你说我不是人呗 你是我兄弟 你要不是人 那我是什么呀 怎么这时候找我 请我吃清宫饭 别提了 池煤亭没死 阿梅 把上海所有的弟兄们 都撒下去 一定要找到 池煤亭的住处 区长 这个池煤亭 现在就是住在保险箱里 都觉得危险 更何况上海这么大 我们就是绝地三尺 也未必能找得到它呀 三尺不够就六尺 无论如何 也要把它给我挖出来 那我现在 再去多安排几处眼线 等等 还有个办法 盯死日本人 让日本人领着我们去 这倒是个好办法 注意 一定 不要经了领道的人 是 去吧 一个替身弄那么大牌仗 这日本人也学会偷梁换柱了 也怪我们 一心认定去洗澡的人 就是直媒体 倒忽略了真假 对了 这个消息 到底是谁告诉你的 道上的朋友跟我说的 这个你不用怀疑 他们是出钱的人 不可能给我个假情报 我不是怀疑他们 咱们这次一失败 但是以后的自杀就更难了 就算是迟梅亭跑到天上 咱们也得把它揪下来 咱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 迟先生 都说人是铁 饭是钢 虽然不可口 但也得按时吃饭 我曾经想过为迟先生您 找个会做点心的中国厨子 但是考虑到 迟先生您住不了几日 而且我又担心 会有什么意外出现 实在是抱歉 谢谢 抱歉倒不必 我来上海多日 住处换了很多 鬼门关也转了几趟 可到现在为止 我连你们特使的影子 都没有看到 难不成 他真的 要等我被刺死了 才肯现身吗 迟先生 特使在东京 参加内阁的重要会议 他特意来殿嘱托我 让我代他向您表达歉意 他说 他会把东京最好的消息 带给迟先生 开会 那我告诉你 开会就是扯皮 开会能扯出个什么好皮来 我在官场军界多年 开会我看得太明白了 会上的议题 才是真正的主张 所以告诉你们特使 听听议题也就罢了 不必听开会扯皮的结果 因为议题和结果大同小异 迟先生的见解果然是独到 但特使如果不开会听扯皮 可能下次开会 连听的资格都没有了 请订阅 来 请订阅 请订阅 请大家识订阅 谈查了一下地形 那里有很多鸣港暗哨 并不容易下手 那就是人非常的事情了 请 来 请 徐先生留步 丘山先生安前马后的 我还不得送你到门口啊 徐先生只要不露面 那时刺客就拿你 没有任何办法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不要再找大清泉那样的麻烦吧 丘山先生 怎么样 头池已经流出来了 里面外面都是我们的人 进去洗澡的都是什么人 老板说 有些生命空来了 是什么人他也拿不出来 澡堂子又不是咱家开的 难免会有陌生人吗 这一次我们把镇室铺得大一些 就是为了引那些刺客 前来送死 迟先生 你今晚洗澡的地方 我们还是另外找一个吧 打赛 是 迟先生 现在您的姓名 可是比谁都尽规 那我告诉你 我迟没听枪林弹雨大半辈子 子弹长眼 不往我身上钻 不过 还是小心血为好 迟先生如果还有别的需要 尽管吩咐 最大的需要 就是能够早日见到你们特使 我一定带为转大 告辞 不过 将军 你天天吃日本料理 家乡菜什么味儿我们都忘了 他刚才问有什么需要 你怎么不跟他提提呢 我堂堂的党国将领 和他白吃一顿饭 有失体面 这桶楼 四周没有一个四脚 看来我们只能硬闯了 这桶楼 四周没有一个四脚 看来我们只能硬闯了 天还没黑托 就把窗帘给拉上了 看来他是怕被狙击 看到没 顶层的四个脚 加了几挺机枪 轮班看守 那怎么办 爷 吃好啊 谢谢 谢谢 烫 小心 老板 今天生意不错啊 都是几位爷给面子 合三差五就来蓬蓬场 要不然这日子就难过了 那还得你这云吞做得好 回头客才多 还是这位爷会说话 您慢用啊 老板 今天的云吞特别鲜 谢谢 谢谢 来 哥 吃 想什么呢 有了 天鹰哥 你把鸡蛋放碗里加水干吗 再放菜叶子什么意思啊 如果把鸡蛋换成炸弹 如果这碗里面有面 你是想让石眉亭自己吃面 引爆这个炸弹 我只要把炸弹引线穿在面上 只要它一挑 这碗面就爆炸了 太绝了 这招太绝了 但是咱们人都进不去 你确定这碗面进得去吗 坐下说 正因为咱们人进不去 所以我才要给他弄出 这么一碗吃的了 你刚才在馄饨铺 和摊主的几句话 给了我启发 这每个人啊 都有一个记忆里的味道 池梅亭也不例外 池梅亭他是云南人 他对过桥米线一定有情节 所以我们就把这碗面 换成过桥米线 我们再把这碗面 放在他鼻子底下 我们就不幸他不吃 高 实在是高 看来今晚的馄饨 咱们真没白吃 以前我们都是硬杀 现在换个花样 现在的问题 咱们怎么能弄到炸弹 这个我再好 交给我了 好 那咱们好好筹划筹划细节 想想怎么把这碗 过桥米线给做出来 好 什么 要炸弹 他不会是拿着炸弹 去投向池梅亭吧 他还让我们提供给他一副 米线挑子 米线挑子 这人非常 可真有心机呀 看来 他是想在 池梅亭的痴事上 大主意了 你不是说他头脑简单 就长了一根筋吗 难道是我看走了眼 还是 在他的背后 还另有高人 那怎么办 他要的东西 我们还准备吗 我还真想不出 他会拿着这些东西 怎么办 那就不管他了吗 不 满足他 我倒想看看 他这回 能唱一出什么好戏出来 米线 正宗的玉溪小锅米线 米线 云南的过桥米线 米线 大声喊出来 米线 云南的过桥米线 进来 池将军 该吃早饭了 这怎么行啊 昨晚您就对付了两口 早餐还是吃点吧 没胃口